第六集,唐一惠投资出现问题 秦师拿着杨华整理的报告找到唐一惠,告诉他洛威玉兰的问题,他十分担心洛威玉兰投资的产品后期有问题,所以与女企业家协会的合同是否在斟酌一番 可唐一惠表示已经来不及了,合同已经寄出去了 秦师联系无非帮忙拦截快递,无非找到快递单,联系快递员拦截下快递 唐一惠询问秦师手中报告的可信度,秦师表示他百分百信任写这报告的人,所以一旦引发问题他愿意为此负责 李戴来到办公室想要阻拦秦师,他希望合同能顺利进行 秦师将报告拿给李戴查看,李戴也大吃一惊 此时老金打来电话,他得知了报告中的信息 询问唐一惠有没有投资过洛威玉兰 而令人吃惊的是唐一惠也投资了洛威玉兰 还投资了2500万 老金赶回公司,询问李戴和秦师对此事的看法 可秦师认为此事并不乐观 想要提前拿回投资非常难 老金询问报告是谁所写 因为他要确认报告的可信度 秦师表示报告是自己先生杨华所写 老金拜托秦师 希望杨华能对看到的所有数据保密 老金让唐一惠不要着急 趁现在洛威玉兰还没有出现任何对付问题 哪怕赔一些违约金也抓紧时间将资金赎回 唐一惠致电兰总想要提前赎回投资 可兰总表示庞定方现在在国外 等他回国会立即处理此事 李戴也为这笔钱烦恼 他悄悄将此事告诉老乔 从老乔口中得知这笔钱是律所所有的流动资金 老乔点评李戴和秦师之间的竞争 两人能力不相上下 但是先天优势秦师高于李戴 毕竟秦师目前已婚已育 而李戴则未婚未育 其实李戴一直也着急找对象 也联系了相亲机构帮忙介绍对象 恰巧上次失约的人选被相亲机构再次推送来 而李戴意外发现相亲对象竟然和秦师先生名字一样 李戴趁机询问秦师他先生的职业 而结果验证果然如自己所想 律所与洛威玉兰合作的消息泄露 其他合作方也纷纷怀疑律所流动资金吃紧 唐医会和老金为此颇为烦恼 唐医会询问秦师和李戴谁泄露了消息 可两人都否认泄密一事 秦师认为消息泄露或许对律所是好事 这样一来蓝总有压力或许会归还2500万 但是律所也肯定会得罪蓝总 秦师安抚好唐医会后就和李戴离开了办公室 他私下劝说李戴去和老乔对口供 毕竟他已经猜出来是李戴和老乔 泄露了消息 虽然李戴面上并不承认自己泄密 但是随后还是心慌的联系老乔对口供 杨母安排婚庆公司给自己相亲的事让杨华知道了 杨母还是希望儿子能瞒着秦师继续相亲 但杨华已经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杨母得知此事也没有反对 反而试探秦师的职业和公司地址 秦师趁着吴飞前来汇报的工作的时间 询问他和西美公关的人的熟悉程度 得知吴飞和西美公关中一人从小认识 随后还询问他可认识陶俊辉 吴飞并没有表明陶俊辉是自己男友 只是说出了陶俊辉女友是西美公关老板的女儿 秦师让吴飞去打听现在陶俊辉在新世界律所负责哪些案子 他怀疑陶俊辉手头有洛威玉兰的案子 任眉眉心中烦闷所以带了酒钱来找秦师 可意外在秦师家中发现了杨华 秦师得知他与杨华同居的事情被任眉眉知道 慌忙赶回家中 李戴找到老乔询问他秦师老公的长相 可老乔也不确定宴会上见到的人就是李戴相亲对象 但是最后老乔提醒李戴可以去秦师办公桌上看他的相况验证 李戴偷偷来到秦师办公室 却发现秦师办公室已经被锁 而秦师已经下班回家